散机这台点震屏骨架硬 性能稳 但细节用料和策略保守到有点贪手 它能保证安全 保证干净输出 但谈不上是面面俱到的旗舰 更像是一台赚钱优先的产品 而不是一台为用户拼尽全力的产品 哥们大家好啊 这台散机140W点震屏充电器 前期的整机测试我们已经做得够详细 转换效率 PF功率因素 输出稳定性 都一一过招 部分数据耐人寻味 不过这些只是表象 为什么140W输出被设定成特定时间 协议兼容性存在短板 这些答案都藏在内部的电路里 接下来的拆解才是重头戏 我们会从PFC到主功率级 再到多口降压输出 着部剖析这台点正屏充电器的 真实架构和元器件选型 看看它的工程师 到底做了怎样的取舍与妥协 喜欢我这种硬核载视频内容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投机 你们的支持 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 咱们话不多说 来拆解这个闪击点正屏 140W充电器 还是那句话 充电器拆解 有出电的风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 先把这个点正屏的盖子给撬开了 两个按键 这个孔的底部有一张半透明的塑料 它这是防灰尘的 如果不用这个的话 灰尘全部都要进去 这个就是点正屏的一个主板 通过排针的方式 连接到底部的主板上面的 LED的点正上面 每一颗LED就是一个孔位 折叠插角的模组是通过两颗螺丝 固定在这个上面的 然后这个盖子底部 这个缝隙就是超声波焊接的了 就必须要动用切割机 把它给切开 也是全关胶的工艺 搬开这个盖子 就可以看到那个板子内部了 直接可以把板子拉出来 充电器的外壳上面 贴有麦拉片加符合Small导热贴 电容上面这里 也有麦拉片进行保护 大概的把外围的散热胶清理了一下 可以看到5片小片构成的一个 紧凑的充电器模块 这个充电头内部的胶 我清了七七四十八个小时 这就是清理出来的一堆 内部的电路做的事非常的紧凑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模块 然后再来给大家介绍 内部的电路及元器件使用的情况 这个配置的电路 我们在画面的前面 在画面上的电路里的交易 看你的电路 给大家看 好朋友 我们赶紧击一条 好朋友 那些电路 在这些电路上 然后再以后 给大家看 我们下车 闪及 这台140瓦点振屏充电器 原器件完整载线在眼前 整体电路架构一看就不是低端货 完备的EMI滤波 主动PFC提升功率运速 不对称半桥AHP结构 这种设计已经是白瓦快充里面比较高端的思路 在组变焰器之后 多路刺激整流和独立降氧模块 显然是为了3C口同时输出而准备的 每一路都有独立的控制与滤波 意味着它在多口分配和协议上会有不少细节 配合前面测试出现的140瓦只能维持24分钟 荣耀白瓦PBS拉不起来 这些现象我们就有理由怀疑 答案其实就藏在这些模块和原器件的具体选行里面 换句话来说 今天的拆解不只是看看用了哪些料 要从这些电路搭配里 找出它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表现 接下来我们会把各个模块分段讲清楚 让大家看到这台点正屏充电器背后的真正的工程逻辑 前单输入部分 先是一颗电阻型保险丝 用来做最基础的过流保护 但是这颗保险丝没有标明清晰的型号和熔断参数 说明厂家选料偏向成本取舍 接下来就是两颗扰线式供膜电感 再加上东莞结尾电子 0.68微法 275V 安硅X2电容 和一颗E微法 450V薄膜电容 再配合一颗滤膜电感 主要作用是削弱供膜和插膜干扰 结尾电子成立于2011年 主营安硅和电源用薄膜电容 整流部分是两颗ULBR810桥堆并联 但是没有查到是什么厂家生产的 算是常规压成本的选择 进一步的插膜逆波则是通过另外一颗薄膜电容 加一颗环形电感来完成 把整流后的高频噪声再拦一遍 真正的亮点在PFC 这里是用的北京新格洛半导体的 XP3323控制器 一款高性能边界模式高功率因素校正 PFC控制芯片 新格洛半导体2020年成立 专注电源管理IC PFC开关馆来自美国拉威半导体的 NV6146C淡化夹功率馆 拉威半导体2014年在美国加州成立 如今是全球淡化夹半导体的头部厂商 这样的组合能有效提升PF值和整机的效率 剩下电感采用ATQ2315L磁性扰制 外部套有黄颜色的耐高温爵胶带 PFC整流超快恢复二级管 来自重庆评委实业 型号PBMUR5J1 评委实业1996年成立 主营整流桥与快恢复器件 旁路部分则是一颗ES5J快恢复二级管 PFC输出滤波配置了两颗广东蓝宝石电容的 47微瓦450伏电解电容 蓝宝石电容2010年成立 但属于中小厂缺少详细的规格书 这类原器件长期可高兴要打个问号 这一部分的设计亮点在于用了淡化夹加专用PFC控制器 能保证功率因素和效率表现 但是在保险丝和高压电解上明显走了成本路线 AHP不对称半桥主电源电路 主功率核心是一颗安徽东科半导体的 DK8175AD AHP不对称半桥芯片 东科半导体2011年成立 是国内少数能够提供淡化夹功率IC的厂商 这个芯片类似两颗淡化夹管 推荐功率150W 用在140W档位几乎是贴着极限 所以散极才设定了24分钟的定时保护 AHP架构的优势是原边能实现零电压开通 复边零电流关断比传统的准鞋阵更先进 能兼顾效率和EMI 辅助供电电容用的是东莞杰发电子的33V50V的电解 杰发也是一家小微企业 主要做各种电容 协正电容依旧是使用的东莞结尾电子的产品 规格为0.33V法 耐压250V 安规格的部分 采用了一颗四川特瑞翔科技的外电容 规格为470P法 400V 特瑞翔2014年成立主营安规电容产品 反馈回路 使用的是深圳奥伦德的OR1008光偶 配合旁边的431机密基准 这是适配器里面最常见的一对组合 四季整流控制芯片采用了美国新元半导体MPS的MP6951 新元半导体1997年成立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圣河赛 是全球电源管理芯片巨头 整流管则是用的深圳爱科威电子的M100N03 这家公司2020年成立主营MOSFIT 属于新兴厂商 输出滤波部分用了贵州云锐电子的固态电容 两颗单颗470V35V 总容量940V 云锐电子2018年成立 主营各种电容 在中小厂里面还算常见 但是没有贵格数啊 这部分的亮点是 AHP架构 和风带话夹芯片 设计思路先进 但部分的电容和MOS管选自新兴厂商 成本取舍明显 长期稳定性有待验证 协议与多口控制电路 点证屏和辅助工电 由南京威蒙电子的M1-3121降压芯片提供 威蒙电子1999年成立 主营电源管理IC 主控MSU则是 深圳中微半导体的CMS32L051 负责三口功力分杯 以及充电器的点证屏显示 这家公司2001年成立 专注32位MSU和智能控制 协议芯片部分 三路独立控制 都是用的珠海智容科技的 协议芯片进行控制 还有一颗芯片在主板的这个位置 使用的协议芯片型号 全部都是一个型号 也是我们常见的 140瓦控制器的一个型号 SW3566H 这个芯片支持PD3.1 140瓦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工程师在策略上没有优化 导致荣耀PBS拉不起来 珠海智容科技 2014年成立 是国内快充协议芯片的头部厂商 三路生加架构 环形电感配合 深圳星空源的 AGM405APNMOS 组成半桥头部 三路都是一样的 一共用了6颗这个型号 星空源电子2015年成立 主营MOSFIT和电源用开关器件 输出滤波的配置 采用了贵州云瑞电子的 220V35V固态电容3颗 搭配南京永利电子的 648V35V固态 然后再配合板子上的MLCC进行滤波 南京永利电子 1998年成立 主营电容产品 VBuds开关控制 依旧是深圳星空源电子的 AGM304AP-B 电流采样则是选用的 R2003精密电子完成 并且每个充电口都配置有 深圳高特V半导体的 5B28ESD芯片做静电防护 深圳高特V成立于 2012年主营各种保护器件 这部分的设计思路规整 协议芯片 独立降压和溜波配置 都在行业主流水准 但工程师的策略偏保守 兼容性不足 成为影响体验的短板 拆完这台闪及140瓦点真屏 说句实话啊 它更像是一台利润最大化的产品 而不是工程师为消费者 考虑周全的作品 为什么这么说 咱们直接看优点和缺点 优点第一 股价确实硬 主动PFC加AHP 不对称半桥架构 核心主控类质 蛋滑夹 前端还塞了腊位的蛋滑夹管 光看这个架构和方案 这台机子能进旗舰行列 没有毛病 优点第二 电能干净 三路独立的 降压加固态加MLCC 测试里纹波最高76毫v 这在白瓦级快充里 就是一流的水平 接手机 接屏板 供电质量 干净到挑不出毛病 优点第三 接口是真的独立 三口都有独立的电感 独立的MOS 独立的协议芯片 不玩虚标共享 随便你插哪一个口 都可以跑满140瓦 这点比很多虚标 四口五口的充电器 要厚到的多 优点第四 温口保守但安全 140瓦满载表面只有642摄氏度 100瓦挡位能够长时间输出 它不是那种拼极限的调教 而是留了很大的余量 让用户摸起来 心里踏实 说完它的优点 再来看缺点 缺点第一 功率冗余几乎没有 主控芯片标成150瓦 闪机直接做到140瓦 几乎是贴着极限跑 结果工程师不得不设一个 24分钟的定时器 过时就降功率 这不是热保护 这是策略邪使 等于告诉你 140瓦只能短跑 增样长时间 还是老老实实的100瓦 缺点第二 协议策略保守 三颗智容SW3566芯片 本身没有问题 但是协议优化级 没有优化 SCP没有屏蔽 荣耀PBS拉不起来 工程师完全可以解决 但是没有 结果就是兼容性表现不佳 体验上就输给了对手 缺点第三 用料称次不齐 前端的淡化家 协议芯片用得很硬气 但是保险师 没有标注型号 电容 蓝宝石 云锐 永利 都是这种中小厂货 连规格书都没有 整流MOS用的是艾克威的 也是一个小厂 没有规格书 说白了 它是在冷省的地方 拼命的压成本 总结一句话 散机这台点正屏 骨架硬 性能稳 但细节用料 和策略保守到 有点贪手 它能保证安全 保证干净输出 但谈不上是面面俱到的旗舰 更像是一台赚钱优先的产品 而不是一台 为用户拼尽全力的产品 从咱们前面的测试 到正式的拆点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散机这台140瓦 点正屏充电器 工程师在设计时 一个非常明显的取舍 不是追求极限 而是保证稳定和安全 在实测里 它的效率达标 文波表现优异 温控调校保守 但是稳定 日常用100瓦 完全没有问题 拆开之后也能看到 主控的架构用的是 AHP加氮化夹 前端用了主动的PFC 协议芯片用的智容 整体方案水平确实不低 但是结合来看 它并不是一台 为发烧有拼尽全力的产品 140瓦档位 被人为设定了定时器 协议策略没有针对性优化 原件选行 也有一定的成本优化取舍 这些决定 让它最终走向一个 很明确的定位 主打的就是安全稳定 再加上这一个 点正屏的视觉卖点 而不是极限性能 如果你是普通用户 主要需求是笔记本 平板 手机混合充电 尤其是集中在 100瓦档位以下的场景 这个产品 可以给你一个干净 稳定 温控友好的体验 点正屏的显示 也算是额外的玩点 如果你是重度用户 需要140瓦档位 长时间全速运行 或者你用的是 荣耀百瓦PBS 那它的限制 会让你觉得有些遗憾 它更适合想要 稳定三口快充的人 而不是奔着 满血140瓦去的玩家 这是为了了解 才是为了真相 认真车材客观输出 我是灵活车材 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们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有你们的陪伴 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